一名穿着黑衣黑裤的年轻男子 和他的女性友人 是来到肯定的后壁湖 在这个渔市场内 吃一间很有名的生鱼片 但是这个店家在发现 他们离开之后没有结账 所以奉而把他们用餐的监视器 给PO上网 希望这一对客人能够想起来 回来结账 由于在这个暑假期间 肯定到处都是游客 尤其是在大街上 可以看得出来昨天晚上的大街 人潮就占据两线道 所以警方还特地是实施了人车分流 但是由于现在是防疫期间 虽然说没有强制大家 要戴口罩才能进入大街 而昨天晚上估计 大约有6000人次以上 但是根据现场观察 似乎戴口罩的人其实并不多 可能还不到一成 戴口罩的摊伤又更少了 有民众是认为 现在疫情好像有受到控制 没戴口罩应该不用担心 但是其实现在由于有一些 这个确诊案例 所以这个卫生单位还是希望 民众可以多一分警觉 比较安心 期待在这边 数据的关系 第一次有限了 感谢观看